中国南兰深夜突发官宣国家队大名单 名单一出也是瞬间引爆了四大争议 可以说这一次却尔结尾棋的选人实在让人看不懂 本次南兰国家队究竟如何呢 第一大争议已经揭晓了 就是相对比较菜的俱乐部他们入选的球员反而很多 CBA前四分别只有两个人入选 第一名辽宁 赵基伟 富豪 第二名新疆 阿卜都 麒麟 第三名浙江 陈帅朋 于家豪 广煞 朱俊龙 胡金秋 这八个人那是应该入选的 没什么选择 但是广东只排CBA第五却有三个人入选 这是为什么呢 胡明轩 徐杰 杜仁旺居然入选了 青岛南兰杨汉森 王瑞泽和赵家义 其实说实话也多了点 杨汉森 王瑞泽这两个人是配得上 但是第三个人未必 另外呢就是两个单独的 廖三宁和崔永熙 比较菜的俱乐部入选的人反而多 比较好的俱乐部入选的人反而少 像广东 他排在CBA第五 其实和第六的深圳战绩一样 基本也是属于第六这个级别的 他们要真的强 真配得上有三个国手 战绩怎么会是这样呢 这就是最让人看不懂的一个大争议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本次名单当中 我们非常非常意外 没有见到贺西宁的身影 刚才提到了深圳和广东战绩一模一样 都是25胜14伏 而深圳正面交手 暴打广东 贺西宁44分 血虐徐杰 那么请问贺西宁为什么会落选 徐杰为什么会入选 都是后卫啊 贺西宁身高1米96 然后正面对决44分 暴虐徐杰胡明轩 然后他落选了 徐杰打辽宁队0分 打深圳队9分 打广沙2分 纯纯的虐菜 属于一个边缘人 防守全靠所早 就这种球员他竟然能入选 那理由在哪 你说你要是比贺西宁强没问题 问题他也不如贺西宁 你哪怕比赛级场军数据 贺西宁的场军15.9分 包括篮板助攻 也不比徐杰差 甚至更强 更主要他的强段是 本土球员第八呀 场军1.8个强段 防守也比徐杰强 哪不比徐杰厉害呢 第三点啊 就是这个名单出来之后 也很让人意外的是 你到底想练新人 还是想带老将 练新人你就大大方方练新人 留那么一两个老将 压阵就行了 一半老将一半新人 还扭扭捏捏的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你说你像周琦赵锐 张振林这些既然全有伤 那你就干脆练新人 那你就别带那么多老将了呀 最后一点啊 就这份名单当中 实打实的 错过了一些比较好的球员 受伤的那些我们且不谈 江伟泽 贺西宁 李延哲 这些人是国家队应该选的 但是偏偏都没有选 还是按照以前的名声名气选人 那你如果这样的话 你这不叫练新人 乔尔街维席 你可能又要浪费国家队一年 这就太过分了